刚才断了 现在又继续 刚才讲到百花街在中环 现在蓝桂坊的地方 也讲到法国 这部片《花街神旅》里面 有一条妓女的红灯区的街 红灯区的街 沙利文年作为一个妓女 经常见到警察 差不多两人见得多 变成情侣 是一个喜剧故事 那条也是叫《花街》 这个《花街》 现在暗示了妓女的街 当年我也去过 另外一条《花街》在日本 京都 京都有一条很窄的街道 听闻幾百年前 这家相当小 这家是当年的妓宅 妓女在里面 是好像中国古代那样 是表演歌舞 或者那些光顺的客人 就在里面一边喝酒 一边小吃一边欣赏 他们唱歌跳舞 那都相当之 休闲 相当之典雅的 至于呢 这些艺技 或者当年的仓技 有没有兼营呢 卖身呢 或者性交易呢 我看呢 是 不是没有 是相当困难的 那《花街》呢 就是这样来的 那 我们 也讲到 这些这样的地方 它也有一个另外的名称 就叫做《红灯区》 《红灯区》的意思呢 就是 譬如 在荷兰呢 近住温河 近住中国城的时候呢 有很多玻璃湖 那玻璃 大落地玻璃呢 里面都看到呢 穿着着睡衣 或者是比肩尼式的女性 那 也有呢 是他们 作出很多呢 引诱人的 动作 那 嫖客呢 也进去 里面呢 光顺 一旦光顺呢 就拉了那条链了 那 这些呢 也是叫做《红灯区》 这红灯区是很久的了 差不多几百年历史 那应该叫《红灯区》 又不叫《绿灯区》呢 又不叫《黄灯区》呢 原来《红灯区》呢 有典故 话说当年呢 交通不是那么方便 主要交通呢 是靠铁路 铁路呢 夜晚行车的时候呢 那些车很快 而且呢 没有 没有路灯呢 车路上 那么长 当然没有路灯了 所以呢 工人呢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呢 都手持着一个《红灯区》 这红灯区发出红光呢 很被那些 火车上的驾驶员呢 警告 见到 远远都见到一支《红灯》 就会响定安 警告 好了 这些铁路工人呢 因为呢 他们 离开了个家呢 相当远 有一段时间 所以呢 有结婚或者没有结婚的呢 都会解决这个 性的问题 那性的问题 它去到一个地方呢 它自然就会呢 那些人会去 光顺一些呢 妓院 而那些妓院呢 只能够供应一个客人 是不能够那么多客人同时享用的 那于是乎呢 那个 工人呢 就将 他手上持着的那个红灯 就挂了在 那个妓院门口 这个呢 有个暗示性 就是说呢 这间 这间妓院 这间房里面呢 已经有人 进去了 挂了灯笼在那里 就是有人了 那就请你呢 稍微 等等 如果没有挂灯笼呢 没有挂这个红灯 它不是一定是灯笼的 没有挂这个工组红灯呢 那呢 就证明这里呢 暂时没有人 集中屋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也可以呢 拍门帮顺了 那 久而久之呢 呢 这种这样的 不成文的规矩 就 就 在这个 记者的 区域里面流行了 那些人都见到 哭了 都是挂红灯笼 他挂一架红灯的 于是乎呢 就叫了这些做 红灯区 红灯区 的名称呢 就是这样来源 好吧 我们又讲讲呢 呃 当年呢 这个 呃 做 这个 这个 寄馆呢 就是 呃 呃 呃 做这些寄馆 里面呢 的 呃 起源 的故事先 那一般认为呢 中国的 呃 呃 所有的 这个 呃 呃 的祖师爷 他们的祖先呢 是 管仲 管仲呢 我们上次讲呢 都有提过这个人物 在历史上呢 他是 齐啊 这个国家 这个诸侯国的里面呢 的一个很重要的 呃 呃 呃 很聪明 很懂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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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類的建築物 建制 現在說建制 建制在供應當日齊國的士兵 的一種 而且